预定在3月份举行的两会标志着中共从18大开始的人事换届交接结束 国内外热衷于猜测新领导人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什么道路 官方媒体19号引述港媒的评论说 习李新政焕发正能量 媒体的期待和赞美之词令人不由想起了胡温当年 香港大公报的文章总结了习近平李克强 近期在军事外交反腐和经济发展几方面的言论 认为他们在各领域都有新思路新提法新政焕发正能量 对此多位评论人士指出习李新上台后的举措 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习李最近的表现还是在原来的体制之内做一些开明的动作 我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 就是这些领导人对一些开明的动作 不会从干脚上解决问题 习李新政有什么呢 就是伸心结构老路 金钱装就酒 维护共产党的体制 去传托人民 维护寡头集团的利益 去把中共这个为己可为的统治呢 他想搞言残传 大公报文章认为 习近平显示了澄清励志的决心 因此近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 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清等省部级高官 和一大批厅级局官员因维继落马 对此 刘英全估计 习李在两会后 可能还会在反腐方面采取一些动作 但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 估计两会以后啊 习李会采取一些新的动作 但是呢 因为中国啊 集中难反 特别是江泽民的一个班子 造成了太大负面的作用 习李上去以后啊 还会受原来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 他们释放出来的一些先进思路啊 也会被这些利益集团呀 打打折扣啊 慢慢的给它消融掉 在经济方面 大公报认为 习李在多个场合的讲话 体现出他们重视经济发展的品质和效益 评论指出 中共前几年为了拉动GDP 而透支了环境成本和道德成本 再沿着之前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有人说它已经这么多年的推荐了 但是你看一看 我们的子孙要承担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我们后几代的子孙 要面临非常有毒的这样一个环境 可能人类的生存 都已经不适宜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去捧出这样一朵盛开的英素花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一个嘲讽吗 张建认为 要进行经济改革 势必要进行政治改革 在于中国来说的话 他想改革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以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一个双轨制 就像一个火车轨道一样 不能用一本轨道去开那一个火车 中国当政治体制改革走入死胡同以后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遇到一个平静 如今国内媒体对洗礼新政的议美之词 无不令人联想到当年的胡温新政 胡温刚执政时 同样被认为会给中国政坛带来清风 他们提出的和谐社会 让海内外民主人士曾经一度有所期待 刘英全认为 现行中共体制下 心怀改革志向的领导者是非常悲哀的 如果他同流合污就会背上骂名 如果他想有新的思路新的改革 就会被体制排斥打击 甚至像赵紫阳那样被抹消